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四字弟弟又出新戏啦 我等老姐姐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是他和黄子涛一起主演的电视剧热血同行 嗯 等一下 黄子涛 为名其妙的有点担心这部剧啊是怎么回事 先来看个剧情 布里涛涛留学归来 准备扶持皇帝对国家进行改革 伟大的他的名字就是 满洲正白旗世纪郡王贤多罗哲敏贝勒 呃 二级崇利明 唉 记不住没关系 反正涛涛在剧中一般只自称爷 他是富二代兼官二代 背景深厚的看赶上范贤了 他开洋车 穿洋装 留洋发 用一个字概括 那就是拽 拽拽的他有一天走着走着就遇到了 啊 一洋千喜 阿易 阿易在剧中设定有点像女主角 身世凄惨 带着一颗复仇的心靠近涛涛 如果阿易是个女的 这简直就是个大女主的剧本啊 阿易和涛涛虽然是萍水相逢 但互相看着很顺眼 涛涛还多次救阿易的性命 但阿易发现涛涛所带领的神机营 正是他一心想要复仇的地方 两个人的爱恨纠葛从此纠缠到了一起 嗯 陈情令 后来两个男主集结七位青年 重组特殊护卫组织艳势番 赴四川 奔上海 宝和谈 斗阳人 以青年的热血和爱国爱民之志 对抗动荡时代的艰难困阻 目前这部剧呢 只播出了一个多礼拜 但豆瓣上呢已经是好评一片 我大概看了一眼 说的是剧情有历史感 浮华到精致 质感让人耳目一新 剧里的两位男主呢 也表现都很精彩 千禧弟弟延续去年 在大荧幕上给观众的惊喜 一如既往的优秀 饰演的阿易从小家破人亡 凄苦漂泊 沉默寡言伸手不凡 性格倔强 饥饿如仇 我把能夸他的词全用了 而让人担心的宝藏博皇子涛嘛 效果出乎意料的很好啊 这是又演了一个自己吗 首先他的扮相非常的亮眼 你看他 留长发 扎小便 穿长筒皮靴 花纹繁复的西洋宫廷装束 雅皮和贵气兼备 又鞋又媚 搭配着小眼神 真丝满男 整体宫廷风华丽奢靡 其他几位主演的装扮也很贴合人物的特征 难怪网友们都在夸这部剧的《浮华道》很用心 再说一下涛涛在剧中扮演的崇利明 更是玛丽苏 除了紫禁城内 其他的地方他完全可以横着走 天生开挂 京城焦点人物 屋里涛涛本人没跑了 除了俊美的外形与一路开挂的绅士 崇利明与黄子涛本人更像的 是他的性格特点和处世风格 他思想新潮 打扮新潮 是黄绳根底下有名的潮男 走到哪儿都是一副贵公子的派头 热情好客 又喜欢出风头 油箱滑掉还调戏姑娘 只要有崇利明在的场合 他永远是焦点 忙猜一个 崇利明应该是狮子座 性格狂傲不羁 只要他想去 就算是太后的指令也拦不住 更别说对家势力了 管你什么差职 谁家的亲戚 只要是动了我的人 上来就是一巴掌 不过别误会 崇利明不是那种仗势欺人的二世子 他为人仗义真诚善良 好打包不平 向来赏罚分明 就比如刚刚他连伸几个巴掌的贾长安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遭他姑娘屈言复试 乱抓平民当乱党 打他也是为了救女主阿易 女主 对于普通的百姓 崇利明总是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 虽然言辞浮夸 他帮青楼女方儿赎身 为普通的老百姓情儿出头 告诉他 以后如果贾长安再来骚扰 就直接报我的名字 还帮女孩子找学校 自己出钱替羊肉馆的爷爷扩大店面 以至于有网友叫崇利明散财童子 虽然是蜻蜓人 但对于之前在日本有过一面支援的革命党 周觉网开一面 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救了他 而且非常的傲娇 帮阿易摆平了官兵的追捕 摆着一张傲慢不可一世的臭脸 但只要阿易说一声谢谢 他马上就喜笑颜开 明明是阿易的救命恩人 却非得摆出一副 调剂娘家妇女的流氓样 拍拍千禧弟弟的脸 再意味深长地盯他一会儿 这个眼神莫非 啊是心动 两人一个是热血狂傲的富家公子哥 一个是沉稳倔强的落魄少年郎 的确很般配 所以才播到第二集的时候 就有网友已经起好了CP名 利益CP 打住打住 说回崇利明 表面上呢 他浪荡不羁性格逗逼浮夸 实际上他的内心坚韧善良 刚正不阿 这个角色好像就是为黄子涛量身打造的 所以说黄子涛又一次是本色出演了 看看以前黄子涛的角色 人设也大都是这类狂拽酷炫的公子哥 在谈判官里 他饰演的家族集团继承人谢小飞 典型的年轻版霸道总裁 去年播出的那部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他在里面饰演人气歌手郑博旭 娱乐圈当红炸子鸡 出场自带光环 不听经纪人管 喜欢自己乱发微博 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黄子涛的个人Vlog 观众总说黄子涛本色出演 也不仅仅是说角色身份和他的娱乐圈咖位相符 更是指黄子涛的出身 出道经历与个人的特色 关于黄子涛背景的传闻有很多种版本 但无论是哪一种论调 中心词都离不开四个字 有钱任性 黄子涛加进音时 跟崇利明一样 都是从小不愁吃穿的公子哥 传言青岛有四五套房子 父亲掌管着200多亿资产的公司 相比大部分出不了头的练习生而言 黄子涛的演艺生涯也算是顺风顺水 2010年的时候 他参加韩国NBC电视台音乐节目 《伟大的诞生》海选 现场被SM公司星探相中 签约成为旗下的练习生 随即凭借自身的条件 直接空降出道预备班 从签约到出道 他共经历了不到一年的练习生生活 推出XOO回国发展之后 爸爸又直接回北京给儿子当老板 帮黄子涛打点好一切 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成长机遇 黄子涛从小到大都被保护得很好 之前在XO的时候 就被当作是团宠的小弟弟在照顾 现在在娱乐圈待了这么多年 仍然是耿直boy 另外上综艺的他也很逗逼沙雕 被称为长在笑点上的男人 连真正的男子汉 这么一档正派的节目 都能被他整成搞笑综艺画风 其他被评价为长在笑点上的艺人 那都是黄渤 沈腾 小月月 这类的喜剧演员和邪性 黄子涛你可是爱豆啊 你清静一点 也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爱豆出身 黄子涛的表演 其实没有经过系统训练 而谢小飞 郑博序 这类的角色人物设定和性格 放在其他的男演员上 很容易被骂油腻 神奇的是 黄子涛演起来居然意外的讨喜 每次播出 不但不会经历口碑危机 反倒都能因为真性情和可爱 猛圈一波粉 之前优酷的演技派里 张颂文指导新人演员时讲 表演要从生活来找经验 而黄子涛演戏成功的原因 大概也是因为他的真实 这次的热血同行里 黄子涛演起放浪不羁的贝勒爷 崇利明来得越发得心应手 而且除了那部分真实以外 他的演技也相较于之前 有了明显的进步 同样饰演一个 含着金钥匙出声的富二代人物 比起谈判官里的表演 黄子涛这回收了很多 不再那么浮夸 几场内心交战的戏份 眼神都更有内容 在日本留学时 听到周觉对于拯救新中国的看法 民主 法治 破旧与立新 要做到真正的浴血重生 崇利明从最初的震惊 迷茫 到沉吟后的痛心 情绪流露到位 打戏也很流畅 和千禧弟弟的对手戏 赏心悦目 全权到肉 看来啊 涛涛这次是真的研究了剧本 一直在进步的 其实放眼当下的娱乐圈 又一届选秀即将开启 更多年轻鲜亮的面孔爆出来 黄子涛作为爱豆的前辈 正好站在新老流量交替的关键时刻 如何转型 如何突破都是问题 而热血同行呢 作为一部有粉丝基础打底的证据 无疑让黄子涛的流量转型之路上 借了他一阵东风 他以务须变法 光绪备求迎台 同盟会 革命等多个历史实践为基础 在保证历史脉络不出错的前提下 用一种不沉闷的基调来讲述故事 总的来说呢 这部剧到目前为止 闪电看着还是不错的 希望后面不要打脸 不过啊 这段历史到后来不会很虐吧 闪电不喜欢虐的剧 先撤一步 大家随着完了 记得要回来给闪电留言哦 好了 本期就先说到这里吧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吧 我先去看电影 我站在 cement 那我可以再去看电影 不微信 优优独播出后 但是那边 听至少 我可以看电影 你 未经许